修福、修会、修定的人很多 但是很多人不懂发愿的方式 因此功德显现的效果不明显 就是因为不会发愿 如何正确发愿呢? 发愿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学佛,发愿很重要 发愿是给生命一个方向 祈求让我们不要偏离这个方向 修行的次第中 把发心作为修法之一 可以看出发心的重要性 如何正确发愿呢? 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不伤害众生的性命为前提 作为大乘佛子可发愿 让我生生世世中乃至菩提果之间 都不要伤害众生 即使为了自己的身体、性命 我也绝不伤害其他众生的性命 二,以三伦体空的方式去发愿 三伦体空指不失时之应有的态度 又称三伦亲近 指不失时 住于空观 不执着能失所失及失物三伦 旧布施言 失者、受者和所失之物 为之三伦 行事后 此三伦相不存于心 明三伦体空 以布施为例 我给路边的乞丐一块钱 我就是布施者 受者就是乞丐 所布施的物品就是一块钱 这三样极为三伦 做了布施之后 布施者、所布施的财物 受施的人 这三种我都不放在心上 并且他的本体是空的 不去执着 这就叫做三伦体空 如果做善法不以三伦体空设持 离开三种殊胜 即使表面上善法很伟大、很深广 但是只能得到人天善法的果报 哪怕给乞丐一块钱 如果用三伦体空设持 也是向解脱迈进了一步 三、通愿和别愿 通愿有的也叫种愿 所有众生 一切佛菩萨共同的大愿 就是四宏试愿 即四种特别大的试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尽试愿学 佛道无尚试愿成 通愿的诵词 最好不要自己随便度传修改 这样比较简洁而有加持力 别愿是我们每个人各自不同的愿 比如愿自己生意兴隆、家庭和睦 佛教徒可以加上愿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佛教昌圣等 四、为了专门对治而发愿 这种愿望是针对某一个事情来发愿的 比如放生是为了重病的家人早日康复 抄写金刚经是为了去除自己的贪心 这种方法适合于发愿 专门做一个功德来对治自己最大的一个罪业 就像专款专用 针对某一个愿望而做的某一个善法 五、随进发愿 根据环境不同而发的愿 华言经理讲 进房屋时发愿众生都到达解脱城 睡眠时发愿愿众生都获得佛陀的法身 犯主熟识发愿 愿众生获得智慧的甘露等等 每一件小事都可发愿 每个愿都圆善法而生 我们的功德就会慢慢增上 我们经常发愿就是让愿力 每天都能得到强化和巩固 形成习惯 学佛人要坚持每天都发愿 六、念诵普贤行愿品诸为发愿 普贤行愿品主要讲了普贤菩萨的愿力 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愿望 我们跟随普贤行愿品发愿回向 我们的愿力就能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愿力去相应 这样的发愿最清净最圆满 也是最如理如法的 念诵普贤行愿品时要随文入观 不能泛泛念诵 我们上早晚课时 念一遍普贤行愿品 既是发愿也是回向 发愿的注意事项如下 第一、不发有毒的愿 毒就是执着杂染的意思 发恶愿引发的结果都不嫌善 尤其我们以三宝为对境 引发的罪业特别大 二、发愿不要半途而废 佛法讲愿行 发愿了以后去做 有愿必行 如果没有行动 不踏踏实实的做 就是发空愿 骗如来 骗菩萨 骗三世诸佛乐 三、发愿要有智慧 有人发愿后 同时又去造与愿心相伪的业障 比如 本来求健康 求长命百岁 但一转身就去吃 火祭鱼 活鱼三吃 杀活乌龟 认为这是养身体 补气补血 还有吃什么补什么的观点 来行持杀身的罪业 此君不仅仅不会长寿 发愿求健康也不会实现 甚至还会让人短命呢 四、要发大愿 你的心量有多大 愿力就有多大 道友们要勇敢发愿 即便我们力量很小 有些事情我们目前办不到 但只要我们始终坚定发心 愿望就像种子一样 最终都会开花结果的 会有善愿圆满的一天的 前提是 千万不要发自私自利的愿 发愿吃素的功德不可思议 以下内容是一位佛弟子的分享 在我还未接触访门以前 曾经在寺庙向菩萨许愿吃素一年 当时是因为自己身体有泛泛的不是 而且在感情上也比较困扰 这一年当中 菩萨慈悲保佑我 身体健康无恙 安然地度过每一天 当一年吃素的期限即将截止 当时也挺纠结的 是否还要继续吃素呢 因为当时吃素的条件和环境 还不像现在那么普遍 不过最后我还是选择了 继续吃素这条路 有一次再度回到该寺庙 拜拜菩萨和向菩萨祈求时 当下不知道为何会突然闪过一个意念 跟菩萨说 将我吃素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 也忘了不知过了多久 有一次梦见妈妈在一个很昏暗的地方 梦中的意念告诉我 她面临危险 生命受到威胁 其实当时也不准了放在心上 也不知道梦境传达信息的重要性 一段时间以后 有一天 接到家人的来电告知 妈妈被送入医院急救 庆幸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原来 事故当天 是因为妈妈被一群剧毒的蜜蜂叮咬 浑身剧痛被送入医院 主治医生说他身上的剧毒 足以让他送命 但却很奇迹般 平安地度过了 几年后 我开始修习佛法 回想起这个事情 才知道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保佑啊 如果没有当时吃素功德 消这个业长 实在不敢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 因此 发愿吃素这个大愿 足以挽救我们一条脆弱的性命 千万不要等到生重病了 才来许愿 吃全素的功德 是每一天每一餐 日积月累的功德 相当于每天 储蓄一个铜钱一样 这些积攒起来的功德 才能够在当我们结束来临 冤情债主来讨命时 能够拿出来还 因此 平时就要积累功德福报 奉劝 还未开始吃全素的人 尽量不要等到生恶病 结束难逃时 才来许愿 佛菩萨无法随意改变因果 但当菩萨愿意慈悲救度我们时 也必须是我们自己的功德带内 有功德存款的前提之下 帮我们转化这些功德 去抵消业障的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发愿 第一 发愿前要有三轮体空的见解 发愿文可以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菩萨的 如何发愿 我也如是发愿 二 发愿 不伤害众生的发愿文是 愿我在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的 深深世事中 即使为了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 也绝不故意伤害众生的性命 三 总愿的发愿文是 众生无边 试愿度 烦恼无尽 试愿断 法门无量 试愿学 佛道无上 试愿成 第四 如果是佛教徒 别愿的发愿文 可以是 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佛教 昌盛 再加上自己的愿望 如果不是佛教徒 至少发愿世界和平 没有战争吧 然后 自由发挥 例如 生意兴隆 家庭和睦 孩子成绩好 等方面都可以 第五 时间充足时 一定要念一遍 普贤行愿品 平时按照上面这个顺序 去发愿 就已经包括了 大的愿望 自己小的愿望 加上清静心 时间长的愿望 一定会达成